在不久的将来,遨游带地球上空的游客们兴奋地从舱口向外观望,头顶是满天繁星的黑夜,下方是弧形的蓝色地平线。 然而,它们乘坐的并不是宇宙飞船,而是近太空气球。 这个气球发射自蒙古,并非休斯顿,游客也都是中国人。 这种气球是一种新型的太空领域,1958年,俄罗斯成功发射人类第一个人在卫星伴侣号。 局势震惊,美国随即成立了太空总署,与俄罗斯展开太空竞赛,并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太空强国。 卫星的通信、机身监测、党航等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伴侣号升空60年后的今天,高空气球挑战着卫星的地位。 气球可以在离地30公里18.7英里高空进行通信和监测。 相比卫星,气球的监测距离更近,造价更便宜,并且更容易收回地球进行升级和修复。 20世纪云时年代,美国太空总署发射了第一个平流层气球。 如今,太空总署用这些气球进行大气研究,地球观测和探索宇宙射线。 平流层气球体积巨大,有些甚至达到有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气倍。 制作材料是三明治厚度的素量,气球内部充满哈气。 但是平流层气球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只能随风飘荡。 近几年重大的科技突破就是学习如何对进入平流层的气球进行导航。 美国航天公司Memore X总裁曼博,Jeffrey Membert说, 现在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依靠星辰和风率航行的大航海时代。 在我看来,这可以说是回到未来。 大气层上不被称为平流层,因为气流是水平流动。 平流层又可奔成不同的风层,离地球高度不同风向也各有不同。 原则上,如果获得了所需的天气信息,我们只需要将气球放置不同的高度,它们就能顺着风力下期望的方向运动。 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提出的气球网络计划, 陆思首批尝试将风向和高空气球结合起来的计划之一, 旨在归偏远或受灾地去提供通信。 这个计划最初的想法,是让一串气球,顺着盛行风向移动。 但是研究者发现将气球调整至不同高度, 并用不同高度的风向,可以让气球注留在某个位置。 紧密的机器学习算法能够算出合适高度,以获取正确的风向。 2017年,巨峰马利亚袭击伯多利格, 摧毁了当地的基础设施,这证明了此概念, 虽仍处于试验阶段,但确实行得通。 总部位于亚利桑那周土桑的世界视野公司 推出的高空气球名叫停留层卫星, 他们计划除了将气球作为通信中计站, 还用来作为监控平台。 2016年,英国广播公司蔚来展览BBCFuture参观了他们的设备, 世界视野公司的莫利希·安杰莉克的路上, 莫里斯认为这项技术应用十分广泛, 它可以持续监测森林, 一旦发现火星就能在第一时间通知救火源。 除此之外, 人们还可以利用这项技术, 观察海洋偏远地带的海盗行为, 和实时监测农作物的生长状况。 世界视野公司的想法, 在三年前看起来可能还是患如梦, 但是经过一系列越来越雄心勃勃的是非, 这家公司逐渐已守无不少政府合同和商界客户, 美国国防系统将平流藤气球视为新的天空之眼。 平流藤气球是非成功后, 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挥官地德将军, Curt, 确实说, 持续时间和驻流时间都很长。 对于我们来说, 它有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这项技术还可以应用于实时气线监测, 比如从上方近距离观测飓风,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对此非常感兴趣。 目前, 平流藤卫星气球可以载重50公斤约110磅。 装配的太阳能变质可以保证卫星无限机运行, 并为雷达运作和通信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体积更大, 在中央更强的气球正在研发当中。 长期计划包括近太空的旅游和货物运输, 任务完成后, 然后散将返回地球。 人类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将硬气物资和其他货物运至世界上任何偏远的地方。 这一领域的竞争之力激烈, 主要竞争力来自中国。 2010年, 光汽科学 创建于深圳, 主要开发飞行器和通信科技。 这家公司正致力于研发旅行者号气球和平流藤锋力导航系统。 光汽科技研发团队带头人周飞说, 我们的客户包括政府机关都想将旅行者号与智慧船式系统相结合。 周飞还补充道, 将一起从海平面发射, 在这里把小型火箭送进太空回岛, 愿让轮体得多。 如今, 微型立方体微型的市场不断壮大, 这项技术将发挥重要作用。 Nanorex公司总裁曼博说, 除此之外, 平流藤气球还可以向避免释放运载工具。 2017年, 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团队将平流藤气球作为漂浮的航空基地, 向避免释放了两架无人机。 这项技术可以帮助人类执行搜寻和救援任务。 气球上装有传感器, 确定大概地点后测试放无人机, 以获取近距离的画面。 此团队认为一个气球可以附在数百架无人机。 中国军方也对近太空展现出浓厚兴趣, 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一方完全控制这一领域。 平流藤气球为军事侦查, 及其他军事运用, 提供了一种更加精进的手段, 将吸引大批军事合同, 俄罗斯成功发射半旅号, 向世人展示了内心的作用。 但自那之后, 美国在太空竞赛中, 超越苏联独占牢头。 在不久的将来, 越来越多平流藤气球, 将被用于近太空旅游, 通信和监测。 目前, 近太空竞赛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虽然现在美国可以说是遥遥领先, 但中国也正在盈头赶上。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TN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